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開心,司機贏,政府贏,運輸業界贏,獎者贏,四贏方案 專線小巴一定有位置坐,對長者來說是很方便的 如果收入,因為長者多了乘我們的車 我們都會積極考慮再加司機人工 小巴每天載客量超過140至150萬人次 為什麼上屆政府不給這個優惠 給上這個小巴,我們覺得很奇怪 上屆政府給了我們的訊息 就說你們小巴太省 就很難去招呼你每一個營辦商 但是我們都跟他們說 只要是八達通那個系統做得到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都是八達通系統那裡 可以分別出來哪些是長者 為什麼上屆政府推卸做不到呢 難做呢 為什麼現屆政府可以做到呢 這些就是責任的問題 肯不肯去面對為長者解決問題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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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再見